旁邊吳文婉,現在在禮芝國修亞所來不到 他委託我跟主席說一聲對不起 不過他說他不怕,他預了有這樣的代價 得罪權貴,現在我繼續得罪權貴 第一,整筆國撥款是甚麼呢? 用成語說是黑周求劍 即是文雅一點,其實就是怎樣呢? 將社會服務或社會福利定了刑 2011年到現在不檢討,訪案都17年 當日提倡整筆國撥款是民間代表的羅志剛 今天的屁股已經轉了,腦袋也轉了 林鄭月娥當日就是社會福利署的處長 去推銷這些東西 甚麼是黑周求劍呢? 就是政府將他要對香港市民負責提供社會服務 和社會福利的責任外判給社福機構 而且還有一樣,拍了一張照片之後 不可以改 即是好像黑周求劍那樣 跌了一把劍在那裡,在船上弄了一把劍 就想找一把劍 很簡單 政府可以外判,但不可以外判他的責任 但不可以外判他的責任 這麼多年以來 肥相收下 給了那些社福機構 自己加自己人工 出花紅小金庫 不是用在真正服務的用家對象那裡 政府有沒有檢討 你們裝修的時候 政府會不會 自己不去看裝修師傅做的事對不對 給了錢算數 是不會的 你有機會不會 第二 就是因為這樣的時候 那些機構想擴大 跟著社會的需要 和我們文明程度 擴大他們的服務範圍 或者去做好些 不行,因為沒有錢 這個是離譜的 第三 就是我們這些社福機構自把自為 通常做一些有錢賺的事 令到窮人去到 由政府公帑資助的社福機構 得不到必須的服務 而是 社福機構淪為一個賺錢的 是為了 他們的 管理層 去謀取最多的花紅 加自己人工 下面就減工 政府這樣做 是非常之不仁不義 林鄭月娥和羅志剛 必須為當年強推 整不國撥款 否復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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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天下 向老人家叩頭 向病患者叩頭 為了進不了院的 等死了的 叩頭 謝罪 搖廢 許這位 金 對 神 感谢观看